大白天的也撞鬼了嗎 娃娃機台裡的藍牙耳機 瞬間位移了五公分 夾子恰巧落下 耳機順勢掉入洞口 而這一切不是巧合 就是孫姓男子 利用強力磁鐵搞的鬼 再來看看另一個角度監視器 雙手拿著強力磁鐵隔著玻璃 將藍牙耳機移到洞口附近 接著投下十元銅板 在夾子落下的時候 利用磁鐵吸力將耳機甩向洞口 有監視器外面拍到他的車子 然後通知他到案 坦承有確實那個利用磁鐵 然後確實那個娃娃機裡面的東西 涉案的孫姓男子 原來是一名機械維修師 因為好奇拿著工作用的磁鐵 竊取機台商品 雖然和店家達成和解 但仍然被警方依詐欺罪移送 為了六百五十元的藍牙耳機 吃上官司留下前科污點 實在得不償失 SNG高雄報導